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我们第三阶段初期实验第五课的内容 我们在上一个小节呢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点灯实验的理论基础 然后我们这一小节呢 主要想让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点灯实验的一个代码 以及我们这个实验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演示 然后我们这个实验呢分成了两个小节 第一个部分呢是想通过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通过直接操作计程器来实现我们的点灯代码 第二个小节呢之前给大家讲过我们这个CMSS这个库 这个arm的一个标准库 我们呢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通过这个标准库函数 我们如何来使用这个标准库函数来实现我们点灯的这个代码 好 在上个小节呢忘了给大家讲一个内容 也就是我们这个实验的一个需求分析 因为我们在讲这个实验的时候 希望我们那个同学们能够把这每一个实验 都当做一个实际的项目来完成 而我们项目的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需求分析 因此呢我们以后的这个实验课程呢 首先都会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实验的一个需求分析 也就是我们这个实验的一个目的 好 在我们这个Io实验里面呢 将会给大家讲这么一些内容 首先呢我们学了这个Io实验呢 我们要求我们大家学会我们基本的一个应验操作 我们如何通过软件来实现我们Io的一个输出的一个设置 以及我们如何来设置我们这个高低电频 然后呢我们会学习我们如何利用我们的一个System Tick我们的系统时钟来实现一个较为精确的一个延时 然后我们还将学习我们如何来进行一个规范化的模块化的一个编程 最后呢我们会学习我们如何来使用我们这个CMSS这个酷函数 这个它的一个支持库 好我们这个实验需求呢给大家讲到这儿 第二个支持点呢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如何来通过我们操作这个寄存器 实现我们这个点灯的代码 这个通过操作寄存器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底层的一个操作 也就是呢想通过这个代码呢 想让大家了解我们这个点灯这个Io 我们如何操作Io的一个原理 好我们的首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程序的一个流程分析 这里面呢主要想给大家讲两个内容 一个是我们如何利用我们的系统时钟来实现一个较为精确的一个延时 第二个呢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如何来初始化我们的Io 好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如何来利用我们这个系统时钟 这里面呢就需要参考一下我们的Colex M3和M4的一个内核的一个编程手册 这个手册呢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个手册啊 就是我们这个M3与M4的一个权威指南 在这个权威指南的第九个小节呢 在第九个小节的9.5 有一个一个system tick timer 有个这个的system tick timer的一个讲解啊 这个system tick timer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系统的一个时钟的一个计时器 它在每一个timer呢将可以产生每一个system tick呢它会产生一个中断 然后我们利用这个中断呢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一个计时 也可以用它来产生一个定时的一个事件 然后呢这个小节的内容呢希望大家下来呢能够自己把这个9.5 这个system tick timer这个小节内容好好看一下 然后这还9.5.2讲解了我们如何来操作我们的这个system tick timer 然后呢 讲了它的一个寄存器的 大家看讲了它的一个寄存器的一个 一个内容 以及这个寄存器的一个功能和它的一个地址的一个映射 然后呢我们就会利用这些寄存器 来使用我们这个system tick 实现我们一个比较精确的一个延时 好 然后这个9.5.3呢就讲了我们如何来使用这个system tick timer 然后呢 后面的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寄存器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内容 好下面呢我们直接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系统时钟 我们如何来使用系统时钟的一个代码 因为这个代码呢内容比较多 所以说呢我就提前把这个系统时钟的代码写好了 这个呢放在我们的一个system这个目录下面 有个system tick 这个这么一个文件 好给大家讲到这个system tick的这个编程的那时候呢 就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程序编写的一个规范啊 给正面顺便给大家提一下 我们我们一般写程序呢 我们一般写代码 然后里面有函数 函数呢可能最多写些注释哈 但是如果是我们的商业代码呢 这句话 一般是逼不可少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版权的一个说明 还有它的一个创建时间版本 以及呢这个创建的单位和作者 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文件 这个代码文件的一个说明 好 这个代码里面呢 大家看一下 我首先呢 把这个system tick header 它的这个中段服务函数呢 我把它重新的用c语言给它写了一下 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做 啊 因为这个呢 在我们的 以前给大家讲过 在我们的这个启动代码里面呢 也有 然后呢 就是我们初始化 我们的这个延时函数 我们初始化延时函数呢 我们要初始化什么呢 我们要初始化我们这个system tick controll的这个控制器 把它制成这个 就是取反 一左移两位以后取反 就是使用我们的一个外部时中源 这个呢 大家下来呢 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寄存器的一个 比如说这个system tick control 这个寄存器 它的一个说明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个配置 然后我们再继续看我们的代码 然后呢 设置了我们的一个时钟数 就是一个微秒 要使用 我们的这个system clock 这个值除以8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微秒数 然后一个毫秒数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一个微秒乘1000 因为1000个微秒等于一个毫秒 然后后面的代码呢 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延时 首先这里面呢 实现了一个 一个微秒级的一个延时 大家看一下 大概的一个程序流程啊 首先呢 就是初始化我们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计数器啊 然后我们的控制器啊 让它开始进行一个倒数的一个计时 然后加载我们的这个时间 然后呢 就是做一个do wire的一个循环 在这个循环里面呢 就要等待这个时间的一个到达 通过我们判断我们的这个控制寄存器 判断我们的控制寄存器的第一位 以及呢 第16位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和第16位 好 控制寄存器的第一位 大家看 如果是1呢 就是使能这个中断 然后如果我们看一下第16位啊 16位呢 就是如果读到1呢 就说明这个 我们这个counter啊 已经到了0 因此呢 这个技术应该就结束了 所以说呢 它在同时判断了第一位和16位 判断我们这个16位是否已经达到了一个0 是否时间到达 好 在这个循环结束以后呢 我们就要关闭计数器 清空计数器 然后就实现了一个微秒级的一个延时 然后这里面呢 又实现了一个毫秒级的一个延时 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这里面呢 我就不给大家进行一个过多的一个介绍 然后这儿呢 也是一个毫秒级的延时 因为考虑到某些用户可能超频使用 因此呢 把这个技术呢 是除以了一个540 好 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Sysmetech的这个使用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延时 当然我们如果使用了我们这个中断服务函数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使用我们的中断服务函数来实现一个延时 大概这个思想呢 就是在我们的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呢 增加一个技术值 然后每次这个中断到达以后呢 就是这个技术值进行一个自家的一个操作 然后我们在这个 当然这个技术值呢 我们用一个全局变量来表示哈 就是在我们这个在我们的当前这个.c文件里面 用一个全局变量来表示 然后呢 在我们的这个技术代码里面呢 在我们的技术代码里面呢 我们就来判断这个值 它是否达到了我们要求的一个 比如说一个微秒这个值 比如说要达到100 那么如果它达了100呢 那么我们判断它达到100以后 那我们就把这个值清空 然后就认为它这个一个微秒的时间就到了 因此呢 我们通过这个中断服务函数也同样可以实现它的一个技术 因为这个内容呢不是我们这个小节的一个重点 因此能证明呢 希望大家能下来自己把这个通过我们的中断服务函数来使用我们这个 Systematic实现一个延时的一个操作呢 希望大家下来能够自己来实现一下 好 下面呢 我们再给大家接着讲我们如何来初始化我们的IO 好 在讲到这个我们如何初始化IO的时候呢 那么就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的第一个小贴士啊 我们我们就是如何来对这个硬件的编程的一个基本流程 想给大家讲一下那么我们如何对硬件进行编程呢 我们要对硬件进行编程的第一个事情 当然就是我们要我们要初始化这个硬件 我们要初始化这个硬件 好 我们要初始化这个硬件的哪些部分呢 就对于我们这个Colex M4的这个芯片来说 首先因为我们这些外设比如说IO啊 这些还有比如说串口啊 或者是液晶接口啊 它的这些内部它的这些外设呢 都是接到它的内部的总线上的 所以说呢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初始化这个总线的一个时钟 初始化总线的一个时钟 那么我们在初始化这个总线时钟以后呢 就可以 第二步呢 就是需要我们去申请我们的这个 申请一块区域来存放我们的这个寄存器 申请区域存放我们的这个寄存器 好 在我们得到了这个寄存器的这块一个地址以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对对这个寄存器进行一个操作 然后如果我们要初始化IO呢 比如说我们要初始化IO呢 那我们我们就要配置这个IO的一个是输入还是输出 配置一个in还是一个out 也是配置这个in还是out 然后呢 要配置它是否是一个推完式的一个输入输出 也就是push或者是pull 我们叫简称为pp pushpull或者是开漏的 比如说open draw呀 还有一些上拉下拉 接着呢 要设置我们这个IO的一个speed 我们要简写成一个speed 如果我只需要使用它的默认值呢 也就是我们复位以后的值呢 那么我们可以不进行一个具体的配置 因为它直接使用它的一个复位值呢 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要用的一个值 接着呢 也就是配置我们这个IO是否需要我们的第二功能 我们把它简写成af就是alternate function 好配置完这些以后呢 那么对这个IO的一个配置也就完成了 然后当然对这个硬件的一个如果是我们操作其他硬件呢 具体的一个时序也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要配置这个硬件对应的一个总线时钟 然后呢我们要对这个硬件的这个寄存器进行配置 要配置它的寄存器呢 我们就必须先在内存里面给申请一块地址 然后呢通过对这块地址来操作呢 然后完成这个寄存器的一个配置 好下面呢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个代码 好刚才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延时的一个代码啊 现在我们的重点呢就是总重点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对这个代码呀 现在我们有一个宏观的一个认识 首先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里面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一个模块化的一个编程 我这里面呢事先就把这个代码的这个工程呢做了一个分组 这个如何分组呢 之前我们再给大家讲我们如何使用这个我们的IR的时候呢 给大家讲了我们如何进行分组 然后呢 这个呢 希望大家能能参考我的这个分组呢 给自己的工程 做一个类似的一个分组 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分组的每个分组的这个一个意思啊 首先user呢 就是我们我们的这个用户代码 我们这个用户代码呢 就是我们具体要实现的这比如说这个点灯的一个测试操作 然后我们这个system呢 就是和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CPU内部相关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我们这个GPL是属于我们CPU内部的一些外设 那么我们就把它专门用一个GPL.C来实现它 然后呢 如果是我们要使用我们的系统时钟呢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systemtick.C来对系统时钟进行初始化 以及对它实现一些延时 然后在这个driver下面呢 这个为什么要取名叫driver呢 因为这个driver呢 就相当于是一些驱动 这些驱动呢 可以具体的去驱动我们这个CPU对外的某个外设 比如说我们的led灯呢 风鸣器呀 按键呀 我们就把这个对应外设的一些操作呢 就CPU外部的一些外设的操作呢 我们把它单独放这个driver下面 然后呢 我们的分组呢 大概就这样子 然后给大家 看一下我们这个实际的这个代码结构啊 好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 这个实验的一个 大家看我专门把这个实验呢 放在了一个目录下面 叫初级实验阶段 然后在这个下面呢 放了我们现在 以及以后要学习的一些实验的内容 然后实验一呢 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直接操作寄存器来实现 二是直接通过库函数来实现 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再 真正的在进入你们的这个工作 或者项目以后呢 对这个 你们这个项目的一些代码的一个存放啊 要还是比较有讲究的 要把它存放在一个你比较比较了解的一个地方 而且大家要统一存放 并且呢最好又要使用一些说明 以及我们的一个版本号 好我们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 我把它放在我们的演示实验 我们现在给大家做演示的一个实验啊 大家看一下我们具体的这个内容啊 我们我把代码呢 专门放在了一个文件夹下面 作为我的一个代码区 然后在代码区里面呢 大家看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分组 对应了我们这个代码区就是 Drivers System以及User 做了三个分组 分成了三个不同的目录 这个呢 大家注意一下 我在 我在通过这个ir对这个 它的这个数 它的一个工程数 做了一个分组呢 它的在对应的这个目录呢 它是不会出现的 这个需要同学们自己去添加我们的这个子目录 然后呢 在在它的 对它进行分组的时候呢 在不同的子目录下面找到这个对应的一个代码 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 然后在在每个这个具体的一个目录下面呢 就有它的.c文件 以及它的.h文件 大家看我们这个System 我又把它分成了两组 一个是GPIO 对应的我们GPIO.c以及GPIO.h 还有我们这个Systemtick 对应我们Systemtick.c和Systemtick.h 好 这一点呢 就希望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我们写代码的时候 要注意我们这个对这个代码的一个归内和它的一个分组 好 下面呢 就给大家继续讲我们的这个代码 我们之前可以再给大家讲这个mdk4arm这个编程的时候呢 就讲这个工具的时候呢 再给大家建立第一个工程的演示的时候给大家讲了 我们必须得有一个启动代码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工程建完以后是没有启动代码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大家去添加这个厂家提供的一个启动代码 好 这个启动代码怎么添加呢 就在这个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里面 好我们找一下在我们这个CMSS在我们的device下面啊 在device下面一个startup 然后呢 我就勾选它 好 大家注意这个时候呢 我勾选它以后在我们的这个输出栏里面呢就出现了一个警告 大家看它警告什么需要我们其他软件的一个包的一个支持 其他软件的一个组件 好 然后这有一个details就告诉了我们一些比较详细更加详细的内容 我们需要哪些其他软件的组件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 这个 大家看啊 在这个下面又有提示require CMSS core 它的一个子目录的一个CMSS core的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去找一下在这个位置 CMSS 然后有个core 对吧 这个时候呢 看我把它勾选了 然后这个黄色的警告呢 就消失不见了 还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呢 你直接点一下这个result 你看我直接点result 然后那个系统呢 就自动帮我把这个需要的组件呢 就给添加上去了 然后直接点击OK 好 大家看 下面呢 就出现了一个device的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呢 就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启动文件 并且呢 也包含到了我们的这个 同时也添加我们这个CMSS Core的这么一个目录 好 下面呢 就来具体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代码 首先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版权信息啊 当天之前给大家讲过了 我们 在进行一个商业化的代码 或者是我们的具体项目中呢 这个写代码的时候要注意 我们要添加我们这个版权信息 然后呢 就是我们 对我们这个代码要做一个创建的一个说明 以及对后面的一个版本的修改的也要进行一个说明 然后这里面呢 就 讲了一下我们这个代码呢 是一个点灯的一个实验代码 它的主要功能呢 就是通过一个系统延时 以及Io操作 实现LED定时 一秒的一个亮面 好 那么 下面呢 就具体到我们的这一个代码了 首先这个代码都是 就是从启动文件 大家之前给大家讲过我们这个startup这个文件呢 它最后会跳转到这个main函数里面对吧 那么 我们就在这个main函数里面 实现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么一个功能 然后呢 这个代码呢 我们怎么去写呢 首先呢 我们就根据我们的这个需求 这个实验需求啊 这个 通过这个内容呢 就是我们这个 实验的一个需求 我们要实现一个LED灯的一个定时的一秒的一个亮面 好 那么呢 我们大概就这样 先用 我们可以先写一些尾代码 或者直接写一个写一些说明 比如说 好 我们先 第一步呢 就是让灯点亮 好 我们第一步是 点亮 LED 0 我们使用LED0 然后第二步呢 就是延时 延时一秒 好 我们的第三步呢 就是让这个灯灭 就是关闭 好 第四步呢 就是再接着再延时 延时一秒 并且呢 我们要实现它的一个周期性的这么一个亮面亮面那么就要把这些呢在一个 循环里面实现就在一个死循环里面实现 就是呢通过一个 Wire循环在这个循环里面要实现好要实现我们这些功能 然后我直接就 然后我直接就 好 然后就整个这个代码的一个框架呢就这样的我们在一个Wire的1的一个循环里面呢不停的让这个灯灭和亮 并且呢中间要延时个一秒的样子 一秒的时间 好 实际上大家呢也可以这样写 我们也可以比如说在一个文档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个代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流程呢给可以画一下 然后呢 画好以后呢 我们再对应到这个流程呢 我们再可以再来写我们的尾代码 最后呢我们就把我们具体代码就可以就可以实现 好 然后我们呢 就来写一下我们这个具体的代码啊 我们把这个led0 按 好 我们先写一些尾代码啊 然后delay 如果有已经实现了的代码呢我们可以直接先用它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Systematic下面呢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这个延时函数啊比如说我们延时一个毫秒级这个延时那我们可以直接来使用它 那么一千个毫秒就是一秒 然后呢关闭led0 接着呢 再让它延时再让它延时一秒 再让它延时一秒 好整个程序的这个流程就是这样的但是之前给大家讲了我们要对这个硬件使用这些硬件比如说我们要使用这个led 那么我们就要初始化 那么我们就要初始化对这些硬件进行一个初始化 所以说呢 我们还应该写一个 初始化 初始化 led0 并且呢还要初始化我们的一个系统时钟因为我们要用到延时 好这个呢我们可以先写一个先写一个尾代码在上面 然后初始化系统时钟 好这个初始化呢我们在我们的system tick下面已经实现了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直接去调用它 好我们的这个系统频率呢我们用的是168兆核子的因此我们这个system tick呢我们就写一个 写的是168当然我们如果我们如果要进行一个更规范的一个编程呢我们最好不要写一个具体的一个数字啊168什么意思这个写出来大家都不知道那我们这样子写我们可以 好我们就这个就等于168 好我们可以写一个define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就是系统最大的一个频率 我们看一下就是system clock 我们把它也可以叫成一个system master clock 我们比较frequency 好那么我们就对这个字进行促使的话就可以了 好现在呢实际上我们这个main函数呢其实就已经写完了 然后呢接着我们就要实现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个操作 比如说我们的lediit 还有我们的delayiit这个delayiit已经实现了 好我们后面具体的对这个硬件的具体的一些操作呢 我们就放到下一个小节给大家讲解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哈 好今天这个小节先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